生活就是黑色中穿插些许彩色 我把这些美好的片段剪下来给你们看啊 同时这个视频还想分享一下对我很重要的八条人生观价值观 希望能帮到还处在迷茫路上的大家 如果看了视频觉得有幸福感或者心情好了一些 也别忘了点赞鼓励我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也是我对生活的一种观念 我很喜欢三分钟热度 我先和你们说我三分钟之后放弃的事情 弹吉他 写小说 学美术 学书法 学论华 Bully Journal 太多没有坚持到最后的事情了 但是正是这种敢于尝试的三分钟热度 毕业之后 我听了朋友的一句话 三分钟去当了老师 开了培训班 意外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坚持了快十年了 也是这种三分钟 我尝试了做自媒体 拍视频 坚持了三点多了 所以你说三分钟热度好不好 它给了我勇气和行动力 我是爱了爱了 你想就算失败也没有损失什么 最多换来身边人的几句嘲讽 Who cares 所以真正的兴趣和热爱都是试出来的 接着刚才的说 为什么大家会对三分钟热度有不好的看法呢 因为人人都想有一个不走弯路的完美人生 殊不知人生就是兜兜转转 没有试错哪来的成功呢 所以如果心态一直是任何事情都要最优 最洁净 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反而更容易急功近利 逼死自己 所以我想和大家说 去绕弯路吧 在弯路里 你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的 从雪里没在口肉饼 因为是你将演奏赌兔雨 爱就请彼岸目醒 春风你想成过谁家庭 人少做谁的收获 自重新开心 何许的春风吹过羊流地 终于找到你 等着春风交叉去带走 这句话的逻辑不是很明白 从小我就被教育着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想问题是自私的 和父母在一起要孝顺 和朋友在一起也要优先考虑别人 所以一度我都有一点自我牺牲精神 比较容易委屈自己 也没法完全认同 先让自己快乐这个观点 直到我工作之后发想了一个事情 父母不快乐 孩子多半也是不快乐的 要么是容易受到惊吓 做事小心翼翼 要么就是异常暴躁 有过激的行为 所以自身的情绪 会很快传染给身边的人 这几年我慢慢体会到 我自己必须先快乐 只有这样我才能 真的和身边的人有一个好的关系 我才更容易带给别人快乐 吸引一群快乐的人 我也可以装的态度很好 但是总有装不下去的 累了的一天 我接触的一些服务业的人 都觉得工作时候需要装的态度很好 这样回家之后其实更易怒 现在我的想法就是 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基础之上 先让自己快乐 不优先去想 怎么满足别人的喜好 这不是自私 反而对自己 对他人都要好处 正是因为刚才说了 自己要先快乐 我才要去用正确的方式快乐 我要对自己好 人一定要先自爱 不要觉得自己不值得 所以我一直以来的思维方式 就是先想 这件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就去做 没有就坚决不做 当然有好处的事情 很多都是困难的 需要勇气和毅力的 我也在这方面努力着 有时候我会逼自己 去做这些好 但是难的事情 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了 不过我在朝着这条道路努力嘛 没有限制的快乐 也不可取 在阳光明媚的 非常美好的日子里呢 我在拼拼图 然后这是我今年的 生日礼物之一 本身我是喜欢的 但是呢 这个过程实在是太辛苦了 因为你们看 它有一千片的 一千片哦 而且呢 它是这种比较抽象的画嘛 所以很多地方呢 颜色都差不多 等于说 每片和每片 长得都基本上一样 所以我拼了N多个小时之后 然后进度还是这样的 你们看 就有的时候 真的很想把自己掐死的感觉 所以我也不知道送我的这个人 是不是 是不是恨我 如果你恨谁 你就送他这个吧 没有开个玩笑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礼物的 就还是那句话 以后最好不要送这种 今天就还挺不错的 但是我吃多了 所以晚上我就不打算吃东西了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我是把我的车放在那个 吃饭的那个商场洗 洗一下车 然后现在出来溜一下 每天我都带着欢笑 在温暖的地方站一站 混入云霄的城市 光旺是不变的渴望 太阳习惯在地铁上 照亮陌生的脸 每天耗尽同样的画面 实在浪费时间 今天过生日 对吧 今天过生日 然后早上去免税店买东西 就相当于送自己的礼物 然后还有 对 完了之后呢 下午就去海鲜市场上买的螃蟹 什么之类的那些虾呀 然后还买了一个蛋糕 也黑森林的蛋糕 也就在这儿过生日 对我影响很大的第五个观点 提醒自己很多逻辑是不可逆的 比如 一个人文具多 不代表他学习一定好 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反过来 差生文具多 或者学习好的文具一定少 就不正确了 在Vlogly 拍摄把水倒在杯子里的up主 不一定是真学习 这点没问题 但是反过来 真学习的Vlog 都不拍倒水的画面 就逻辑不通顺了 喝水的人最后都去世了 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把水单独拿出来 把它变成一个符号 当作嘲讽别人去世的原因 时刻提醒自己 这种不可逆的逻辑 提醒自己 不当别人往哪边吹气 自己就往哪边飘的雪花 祝你从此时此刻快乐 到底就毁灭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天天快乐 祝你永远 永远 永远都快乐 永远都快乐 也太快乐 永远都快乐 大家拍手 永远都快乐 成岡 第六个观点 当一种观点过于极端 它本身就是错的 这条呢就是字面意思 除了大是大非 原则性的问题之外 我经常反思 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有没有可取之处 有时候在自己和自己思辨的过程中 就会有新的发现 当我完全否定一样东西 或者认可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要留心 我是不是被这种想要极端的思维蒙蔽了眼睛 人都不是极端的人 但是思维更偏好两极化的 第七个观点 不与傻瓜论长短 莫不作声埋头干 前一句大家都听过 后一句是我自己加上的 尽量不花哪怕一秒钟和傻瓜争论 这完全是在耽误时间 但是可以和你觉得聪明的人争论 能学到很多东西 工作这么多年 我的体会就是 如果有你不想争论的人 一直在嗡嗡嗡 你就不理会就好了 你甚至可以嘴上不反驳 但是用实际行动去反驳 我的经验就是 嘴上胜利了 没有用 实践永远大于语言 所以我经常的操作就是 嘴上说着 哦 明白了 好的 但是实际还是踏踏实实 按照自己想的行动 不吵不闹 儒雅地坚持自己的 我从不总是在眼前 希望依偎在明天 回忆是苦涩的迷恋 泪光终于现实擦肩 我给大家展现一下我的破羊羽 第八个价值观点 在想着怎么赚钱之前 先想着怎么不赔钱 好高无远是不可取的 我觉得我很早之前也有这个问题 脑子里想的心里看得上的永远是一百 但是目前的情况呢 是一 还觉得十二十都不好 看不上 结果很多人为了一百 丢了一赔了个精光 是一的时候 要先想怎么到二 到三 到四 所以一个是注意风险控制 不要做失败了一无所有的事情 另一个是踏实肯干 不要眼镜朝上 整天晃荡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考工考编这么热门 太多人慢慢明白了 原来稳定也是财富 稳定是太大的优势了 这就是到目前为止 对我最重要的八条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相信在未来我会体会到更多的 到时候我再来和大家分享 也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过得好 生活当中黑色多 彩色少是正常的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要加倍的用心去感受这些美好的部分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见